台流来袭 今天真的天气很冷 不管是北中南都一样 高雄县今天有一场挑战世界最大的渔玩的活动 为了替活动暖场 在大冷天里找来模特儿进行人体彩绘 模特儿为了专业的演出真的是拼了 但私底下各个都起鸡皮疙瘩 内心只喊的冻没掉 天气冷嗖嗖 只见五名模特儿穿着清凉的服装大跳nobody 其中穿的最少的居然是一名只有六岁的小女孩 尽管已经冷到不行 小女孩还是跟上了每一个节拍 动作丝毫不含糊 敬业的精神让在场的每个大人都相当佩服 这一场挑战世界最大渔玩的活动为了暖场 特别找来人体彩绘的模特儿表演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波寒流如此的强劲 让大家的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 那一天感觉怎么样 还没有发抖 在只有十度左右的低温下 每个人毛起全力越跳越起劲 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身体暖一点 不过事后大家都感叹 这笔钱真的不好赚 是 我會